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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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儲存 好 那存完之后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直接丢上去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直接丢上去的话 这边我把它按 按右键编辑 编辑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在这边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如果你将来把这个档案丢到 那个什么 丢到MySQL里面 我们在建资料库的那个 语系的时候 我是用那个Unicode 但是我前面讲过 它预设是用这个ANSI 就是用微软字 用早期BigFi 所以请各位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Unicode 8 UTF8 并且改一下底线 UTF8 这个东西按儲存 才是我们要传到MySQL里面可以用到的 这个时候当然你按右键编辑 它看起来应该也是没问题 只是你另存新档的时候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一定要不一样 UTF8 如果你这个地方 不是用UTF8的话 那你把它转到MySQL里面的话 铁定是乱码 铁定是乱码 OK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我你会发现 真的光连把档案 转换成那个 还没转到资料库就这么多动作了 所以 这边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案 那这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第一步的话 请各位先 先建立签字作业 也就是说 本来如果没有规则的资料 请你先把它规 有点像正规化 有点像是 给它应该放的那个栏位 如果你不太确定说有几栏吧 你就至少切割一下 反正至少 就是把那个规则厘清 最后呢 再把它转换到Excel里面 不过Excel里面呢 最后我们要的 不是那个Excel档 因为Excel跟MySQL 因为不是同一家公司 所以他们之间相同性 也没那么好 所以记得 转成CSV CSV 好 好 好 已经进行 有点 Hearts